巴赫默特地区的形势 似乎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 事实证明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撤出这座城市 而是成功完成了部队轮换 相比之下 俄军反而被看出明显弹药短缺 以至于人员损失惨重 却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显示 在特别军事会议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任内 陆军司令希尔斯基 和军情局长布达诺夫做出一致的决定 继续防御并加强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巴赫默特的阵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乌军正在巴赫默特连续击退俄军的进攻 但也承认当前的形势艰难而痛苦 这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战役之一 乌军已将巴赫默特变成了一座堡垒 乌军将继续坚守下去 视察完巴赫默特的乌克兰陆军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则表示 乌军目前致力于保卫巴赫默特北部 以防止其被包围 并在战斗中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摧毁了大量装备 迫使俄军将最好的瓦格纳雇佣兵投入战斗 并削弱了对手的进攻潜力 巴赫默特地区的乌军指挥官 弗拉基米尔·纳扎连科城 形势很严峻 但没有撤退的命令 仍在坚持防御 巴赫默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就像地狱一样 整个东线都是如此 正在巴赫默特地区作战的乌军 第十独立山地突击旅发言人 马基塔·山迪巴则指出 俄军最近几天的进攻行动更加频繁 但都是一些三十人组成的小队 不过明显可以看出 俄军缺乏弹药 这严重限制了其在巴赫默特地区的进展 并导致俄军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表示 在今年 俄乌将会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而这场战斗将是这场战争结束前的 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 布达诺夫还表示 经过一年多战斗 俄罗斯已经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 军备和材料 它的经济和生产无法弥补这些损失 布达诺夫还认为 在巴赫默特战场上 俄乌伤亡比例是7比1 因为乌军坚守在坚固防线里 在巴赫默特是一场地下的战争 乌军在城里挖掘了大量的地道 基本都躲在地道里 只有极少数的乌军侦察兵会走出地道 寻找一些被炸毁的楼房作为掩体 从高处放飞无人机 侦察俄军动向 引导炮兵打击 但是无论是俄军损失数十万 还是乌军损失数十万上百万的说法 都比较夸张 乌军如果不是伤亡惨重 乌军主力也不会撤离巴赫默特 同时俄军如果不是伤亡惨重 俄军也不会撤离哈尔科夫 撤离赫尔松省会城市 乌军有一个杀七个的本事 俄军早就败退到莫斯科了 俄军有一个杀十个的本事 现在乌克兰政府已经在波兰流浪了 实际上在一年多的战争当中 俄军和乌军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才会出现僵持消耗战局面 美国外交政策报道 美国军方情报认为 俄军已经伤亡20万人 但仍将用新动员的30万人 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总攻 因此乌克兰情报局长和部分美国军方官员认为 普京正在耗尽俄罗斯最后的力量 布达诺夫更是直接表示 俄军攻势只能再维持三个月就要耗尽 因为血流干了 两个来说 现在俄军处境确实不如去年夏天 在2022年夏天 俄军平均每天炮弹发射量在6万发 到今年已经下降到一天2万发 到今年夏天有可能会下降到1.5万发 甚至1万发 而乌军平均炮弹发射数量一直保持在5000发 甚至有可能在夏季得到更多的炮弹 炮弹确实是持久战之下俄军面临的一个问题 苏联炮弹的储备也不是用之不竭的 关键是俄军炮管报废率将会提高 比如 俄军2S19自行火炮的2A65火炮身管 寿命在2000到2500发左右 俄军一天打出去2.5万发炮弹 意味着打烂了12门新炮或者20多门老炮 俄罗斯一年坦克厂量和坦克翻新量 也就是700到800辆 俄军现在确实是缺乏坦克了 但是按CBRT统计截止2021年底 俄罗斯坦克储备与维修基地有13478辆坦克 其中2572辆坦克为相对的战位状态 战前俄军现役的坦克有3300辆左右 俄军坦克损失了大约2000多辆 现在还可以拿出至少3000到4000辆坦克 在战前俄军坦克产量是每年200辆 今年可以增加到600到700辆 可以说限制俄军坦克数量 是经过训练有充足作战经验的车组 以及生产保险维护坦克所需要的经费 要想耗尽俄军坦克还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可以说俄军坦克和炮弹数量相比2022年肯定是大幅度下降 俄军已经没有发动全面攻势的能力 你让俄军出动几千辆坦克 一天发射10万发炮弹火箭弹 全面突击基辅 哈尔科夫 奥德萨 那是做不到的 从坦克装甲车辆和火炮损失看 根据荷兰开源情报组织大灵羊报告 根据视频和照片统计 俄军损失是乌军的两倍 但是俄军炮火数量有优势 对乌军人员杀伤比较严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 俄乌人员伤亡数字都在至少13万人以上 乌军总体上还保持着100个战斗领 其中65个旅在第一线1000多公里战线上 与50万俄军对抗 同时在经济体量 生产能力 科技水平 国际援助能力 俄罗斯都远逊于北约国家 甚至 《莱恩邮报》报道 德国莱恩金属总裁阿明帕佩格说 该公司准备将在乌克兰建造一家坦克工厂 每年生产多达400辆鲍2型坦克 如果乌军真能每年得到400辆鲍2坦克 那对俄军来说真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俄乌战场上对俄罗斯最有利的就是 像2014年对克里米亚一样 闪电般以极其微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 现在长期拼消耗对俄罗斯并不利 普京也是骑虎难下 毕竟孙子兵法说过 兵闻着肃 未闻巧之久也 这场大规模消耗战 耗下去对俄乌都很难受 俄军不具备夺取基辅 彻底打败乌军的能力 乌军也没有快速夺取克里米亚 歼灭俄军主力集群的能力 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又都别无选择 必须在一千公里战线上拼消耗 俄乌战争拖得越久 俄乌双方损失越惨重 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杀 非要说双方谁最终损失大 那必定是俄罗斯 毕竟你用石头砸别人的鸡蛋 鸡蛋碎了 石头也碎了 他一直在约上 一定要知不知道 什么特别人做 优优独播放